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 終於要找吳大強做專題 我們很少說 因為唱歌不是不好 而是偶像派 他唱英文歌其實很順滑 不過顯唱功 也未必是那種 但他也是很偶像派 我們覺得他英俊、有型 但我看到他一些報道 我覺得做運動做錯了 一定要說 請大家給我讚好支持我們的廣播 我首先說一下 可能有人有新聞聽到 這個年輕人是甚麼事 這些事情是否認識 我說 不要說其他事情 只是說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是專業 講佛學的人沒有說是否專業 我不是和尚 說健康、養生 我本身就是二十年前 知道嗎 差不多了 二十年前已經是有健身教練牌 亦懂得營養 又懂得中醫的理論 自然療法 對這方面是很著緊的 原因是甚麼呢 貪靈 等一下可以多說一些健康的事情 有網友問我 我就說 我都敲喘敲得很厲害 他說 五仔你怎樣看哪個中醫 介紹給我 我告訴你 我自己醫好自己 是啊 五臟虛皆令人喘 我當時那個病因是 神陽虛 吃了這個金貴神器丸 你不要問我 那我哪裏可以買 你未必是神陽虛 是啊 我的醫生就是我自己 好了 講一講 吳戴強的專訪 我看到有些事情 其實就勸 這位老人家 如果認識他 麻煩給他一些 feedback 很多中醫聽到一定會認同 因為我都是從中醫理論的角度 告訴他這樣做是不對的 他自稱每天做五十下掌上壓 他就說 對這件事很堅持 他要譬如 全日開工 開完工 回到去之後 臨睡前 都要砰五十下才睡覺 我只是說這件事 我只要擺在頭 因為這件事 可能叔叔未必會聽完我這麽長時間 如果有緣的話 或者有緣人聽到的話 告訴他 運動應該早上做 夜晚應該睡覺休息 如果這樣做運動 對心臟是沒有益的 所以為什麽人會暈 為什麽上次人會這樣逛低 有原因 做運動 你早上做是升陽氣 早上是陽氣 晚上是陰氣 人一起來 就慢慢 那件事就是這樣 慢慢升升升升升上去 然後慢慢落落落回去 就睡覺了 應該是這樣的 你這個情況 等於晚上喝咖啡 泵發了心跳 是不好的 這是傷身的 當然 有些人說 肌肉那些都會好 會好 但是 你計算那個心臟 計算那個人的細胞活躍 運動是應該用來開機 在養生的層面 對 就是開著你的人的機 如果你有臨睡 我不行 我一定要做 做完才睡 這不是一個好的習慣 好的習慣呢 起床做些輕鬆的事情 熱了身 那個人 練了氣功 熱了身 那個人 那個人爽了 或者我們健身 在健身室裡面 跑十五分鐘 或者跑十分鐘 心臟開機了 然後才做一些體能性的運動 五十下掌上壓 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 那個就算是一個體能運動 還有如果他說天天做 都是不好的 要隔天 或者隔兩天 因為空肌算是一個大肌肉 他需要七十二小時的回復 如果你天天蹦 他不會脹 之餘 就是他會強健了 但是他不會長肉 去到他不夠的時候 他還會消耗了你的本質 消耗了你的肉身 就是練了你是硬的一個人 但是不是一個最好的調養方法 知道了 還有 11點到1點 中午 盡量不要做任何運動 那個時間是心臟的排毒時間 有些人就去行山 你通常看中暑 都是11點至1點左右 就算不是那個時區都是差不多 那個時間最盛的日子 剛好生理時鐘等等 下午也可以 但是過了日落之後 做運動也盡量不要太激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說 沒有時間了 我下班去舉鐵 看你要什麼 你說要健壯就能做到 但是你說要養生 長命百歲 不是這樣玩法 是的 不是這樣玩法 希望叔叔可以調整一下自己的運動時間 我看到這裏我覺得不太適合 所以就看一看 提點他 好 他兩篇報導 一篇就說 他考過兩次藝員訓練班 原來 也不行 他說不知道自己是否不夠帥 不是 挺帥 真的挺帥 生個兒子 生個兒子出來都這麼帥 怎麼不帥 怎麼不帥 帥 你很難說的 藝員訓練班 他那一期要什麼人 好像同一期 他什麼人都會倒閉 有周印發 有吳萬達 有羅海鵬 同一期 他們三個 然後 他可能入二十個 你是二十一個 也不行 不夠運 就是這樣 我覺得那個人有特色一點 這期不欠這個 就是這樣 是的 就是這樣 我認為不關帥不帥 說到 父親節 吳戴強和吳偉豪 朱令 變成前後輩多了身份 兒子變成前輩 嘩 朱令 吳偉豪 原來 不敢對這個入行的新人 教他什麼 他反而欣賞老爸退而不休 令到他做事的時候 就不敢怠慢 至於他老爸計劃 怎樣 就是 父親節計劃怎樣跟他老爸慶祝 吳偉豪說 都是跟他老爸吃一頓飯 多年以來都一起吃一頓飯 家族成員比較多 一家六口 聚在一起 很難得 平時各有各忙 有時只有四五個 今年都齊人 Family dinner 開心 原來五呆強有四個兒子 大兒子是消防員 二兒子是飛機師 三兒子是明星 四兒子是澳洲讀大學 每個人都英俊 怎樣教兒子 有什麼心得 他家裏做好人 老婆做壞人 哈哈哈哈 不過他說他自己有時都很嚴肅 對兒子的要求都很高 例如吃飯 不會催他們快點吃 也會要他們乖乖地吃 不要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或者在街上危險 也不讓他們亂動 要他們紀律 可能我太太以前是紀律部隊 他們在這方面 從小到大都很自律 看他們的款式都是很自律的感覺 很正路 都是年輕人 又不會立一個MK仔頭 都是靚靚仔仔 走出來都是什麼C 什麼C 什麼C 整個警察 感覺上是紀律的那種人 不會跟你玩Faction 他們在家裏聽話 我們叫他們不要做什麼 他們都不敢做 四個都是兒子 每個都活潑好動 難不難教呢 可能兒子多 逐個逐個教 這個聽大哥 那個聽二哥 聽三哥 每個都很尊重 知道這個比這個大 要聽哥哥說 所以很少是吵架 甚至是打架 通常人家都會以為他家裏很亂 很吵架 但事實上四個兒子都很乖 很聽話 這些就是有福氣 全部都是乖兒子 全部都是運動型 斯文型 靚仔健康型 這些真的是福氣 我當時說的那些佛禪 說的那些一生兒女債 成世還不完 他這些兒子是來報恩的 看得到的那些樣子 全部都是很善良 當然爸爸媽媽的氣質 會感染到小朋友 好人 好媽媽就是生好兒子 乖兒子 如果你說他家裏有些 老爸媽吵架 又賭錢又喝酒 老媽又打麻將 那些兒子一定不想在家裏 出去學壞 好人好者 就生好人好者 這些是新教 好了 他也有些激心的情況 是嗎 吳大強說沒有 不過吳偉豪 記得差點 激怒老爸 有時跟他講笑 他也會笑 但如果有些事不對的情況下 講笑 會生氣的 他有一次 一家六口搭纜車 那天走雷又下雨 他有一個濫車說了什麼 嘩 這麼大雨 小心被雷劈 他只是說笑而已 但爸爸 哼 他通常這樣哼一聲 他就知道了 說錯話了 怕被爸爸罵 兩個哥哥弟弟 不停笑笑他 亂說話 但那時年紀都小 不懂這些話 就不吉利 他以為是說笑話 不應該說這些話 何況大家一家人都在纜車 真是被雷劈全家富貴 小孩子不懂 小孩子不懂 那麼 這個吳偉豪 在家裡 就是兒子的身份 聽爸爸說 回到公司 就變成同事 前輩來的 他有沒有教 後輩不帶強演戲 他說 教又不敢 即是入行八年 拍了八年 但覺得自己的經驗都一般 但有些技巧都可以說一下 譬如 怎樣遷就機位 行位怎樣 行得舒服些 這些 做戲不敢說自己厲害 但這些都叫做熟 可以交流一下 原來吳偉豪可以入行 背後都是他父親推波助瀾 看著他們長大 發現 這個兒子 對著戲劇也很有興趣 在學校的drama方面 也很活躍 有一次看到TVB的藝人招募 幫他報名 事前他們不知道 報了之後很開心 那時候interview 好像中年好聲音 很多人 人山人海 當年 阿魯爾 跟阿魯三 有份去 兩個都OK 但阿魯爾 當時報了大學 還給了學費 所以最後都沒有參加 阿魯爾的樣子也是 其實每個人都很陽光 很開心 當然阿魯三的樣子特別帥 就像吳彥祖 有前途 這些人 不要洗澡 那時候拍片就可以了 好 那說一下吳偉豪 即是 都什麼 成功入到訓練班 這麼帥 原來在他爸爸心目中 有一個秘密 埋藏了50年 吳大強說 除了喜歡踢球 其實72年 他都報了藝人訓練班 還報了兩次 他都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不夠帥 還是不夠高 總之就是不行 那時候踢球 踢不到甲組 想做明星 做不到 他人都很失落 但問題是 生活都要繼續 他去了做酒店 他沒有想到50年之後 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現在又有機會 但希望也是放在兒子身上 希望他在演藝方面有更大的成就 知道做這行要去心 這些也好 老來拿回那份 你失去的東西 你失去的東西 你自己拿回那份 這是最開心的 是呀 那就講唱歌 說吳大強 就說 喜歡唱歌 由小時候就可以唱歌 原來哥哥姐姐影響他 哥哥姐姐都喜歡唱 自己又跟著唱 他說都不知道他們唱什麼 他說那時候的英文歌詞都不太明白 那就跟著一起唱 差不多中學畢業的時候 就開始參加一些歌唱比賽 他說都玩了五六年 很幸運 每次都入到決賽 最擅長還拿過亞軍 但也沒有想著做歌星 他覺得做歌星是遙不可及的 都沒有想過自己的程度可以做得到 加上當時他有另一個理想 就是做什麼呢 做足球員 他用了很多時間在踢球方面 所以他那時候年輕 是打過流浪的青年軍 也打過元朗的預備組 這次中年好聲音 他說自己很掙扎 他也考慮了一段時間 是否報好呢 他說因為想自己 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他覺得自己 這個年紀 可以不可以的 可以不可以的 最後覺得唱歌而已 喜歡而已 又想給兒子看 老爸都可以滑出去 最後就決定參加 到現在 他覺得是選對了 以他的年齡組別 願意參與 都已經是一種挑戰 他的兒子 朱玲說 他認同他爸爸 知道他爸爸參加比賽 對很多固有的思想 重新定義 他怎麼說呢 他說 因為在他眼中 他覺得五六十歲 應該退休 知道爸爸 打破了他腦裡的框框 令他覺得 他現在還可以這麼有動力 100%的力量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我現在還沒有盡力 其實還有很多能力 不知道自己有的原因 看到爸爸這麼堅持 還有恆心 就要做好一件事 令他很有啟發 重新研點他的火 雖然 吳大強最後六強 未能得獎 但他都說很滿意 嘩 還想怎樣 灌阿貴 一來要好運 二來唱功 吳大強不是不好 不過他表演 不是那種可以在比賽中 拿到獎的唱功 拿到獎的唱功 Kelton Sir說 要有些爆炸性 那些音域 那些歌夠爆夠厲害 能人所不能 他也能人所不能 但他那種是舒服 聽得人舒服 也是很好聽 很順滑的 英文歌的表演 會比較上 你適合表演 比適合比賽 很滿意的 這幾個月好像變成另一個人 比賽的時候導師對他的讚賞 和其他參賽者對他的感覺 最終在街上 他是一個普通的長者 不是年輕又不是英俊 很多人都很尊敬自己 很感恩 有一種飄飄然的感恩 很感謝他們 作為一個普通人他們會這麼尊重我 第一可能是因為我唱的歌他們都喜歡 第二可能是因為這個年紀 一樣可以勇敢去面對這些挑戰 還可以唱到這樣的水平 所以他認為對他自己的印象都好 所以每次有人叫他拍照 他是不說不 就算在吃飯我都不會拒絕 他現在都七十一 七十一歲 那不是很老 阿勒比兩年還大 不過阿勒的樣子真的很年輕 他說到參加以來 感覺都健康 但有一次就不小心暈了 令到很多人關心他的身體問題 他說主要都檢查過 看不到原因 他說可能地方太悶了 還有當日去錯地方 他停車後很心急跑去場地 加上商場又小 那裡有五六百人 唱完歌雖然有些人走了 但很多人可能扯了一些氧氣 其實他對自己的身體很有信心 他對運動很有堅持 他就算拍攝到好東西 回到去幾點鐘都堅持做五十下 掌上下才睡覺 那就不好 第一次我告訴你不好 幾點鐘你還搞這些事情 不搞的了 真的的 真心的 不搞的了 不要 真的不要 病啊不行啊 不可以這樣 那個身體是要休息的 你這樣泡血沒有益的 肩沒有益 千萬不要 是啊 他說習慣了 飲食都很健康 又不煙又不走的 這樣是幫了你的 不煙不走也幫了你的 是啊 但也不好 起床做好地地 你起床拉完筋 鬆完手手腳腳 可以練一下呼吸 練一下氣功 扭一下伸扭一下腰 然後才去玩 沒問題 有些人不想起床 因為我自己也有很多師兄師姐 他們跟我說 五仔你要做的事情 譬如你晚上打機那些 不如你 他說最好怎樣 你打機的時間睡覺 你設個小時四點起床打機 比你晚上打機 是啊 那些事情放在早上做 個人特別聰明 雖然有些人說 早上有其他事情要做 你推前睡覺的時間 運動不是這樣玩 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不要啊 千萬不要 好了 說到他 其實可以做些事情 很輕巧 他公司都很好 他覺得 不要讓他這麼粗勞 醫生解釋 當時不夠氧氣 只是焗的 他說我以前沒試過 第一次 有些壓力 小心點 不要保持運動 運動 運動放在早上做 語重心腸提了他三四次 這個很重要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是這樣 沒事做 回去晚上做運動 不要啊 真的不要啊 死的 真的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好了 身為兒子 是語重心腸的 跟他父親說 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他說 不是說我們不擔心 或者不想照顧 只是有時候我們忙到 未必分到時間 每時每刻都看到他父親 很累啊 很擔心啊 因為他知道他父親很執著 他想些事做好些 所以他堅持做 就算辛苦也未必會說出來 所以他很想告訴他 辛苦 是要說出來 要出聲 真的頂不住 出聲沒問題 大家會體諒 希望我老爸真的頂不住的話 要出聲 這樣 對了 說清楚 養生很重要 養生很重要 寧願晨了流流 空肚做運動 然後喝點水啊 喝點補充品啊 吃點早餐啊 好過夜媽媽去搞什麼 整個人太亢奮了 太亢奮了 心臟各樣都不好 你想想 又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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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下掌上壓 到你要他睡覺 那他休息的又不好 是不是 休息的品質又不好 晚上適合做什麼呢 儒家拉根 冥想 冥想 其實什麼時候都對 絕對不適合做掌上壓 深蹲掌上壓那些不適合 床上運動也可以玩一下 跟我老婆 我當然不是說他 我講其他人 可以 不是說不行 但也不要選擇 這些真是 今天先說到這裡 希望有新聞 知道這些健康資訊 就是要告訴他 我就看到這個位置 搞錯 不行 不行 養生很重要 今天先說到這裡 祝他身體健康 在健康圈玩得開心 最重要 玩得開心 還有祝他的兒子 大放異彩 在無事 我真的覺得他兒子很帥 加油 下次再說 拜拜